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是一个职业足球员的身份 也是教育学院的大学生 其实我觉得踢球和读书一样 只要你有不放弃精神和坚定的意志 你也是一样可以成功 以前在我的世界只得足球两个字 之前的东亚运动会 香港队拿了金牌 但当时我只是一个后避门长的身份 就觉得有点失落 后来会发觉足球是否我的一切 其实在教院的大学生活 都非常之辛苦 因为我又要兼顾联络 经过我的学业 但是进来很开心 经历过之前的大专监 我们又获得冠军 其实也很开心 可以获得这些荣誉 就算我踢职业足球 我都可能未必获得这些荣誉 我发觉我扩阔了我的眼界 我的知识丰富了很多 不单止在足球上 我教开踢球 以前的心态可能是 我教识你足球上的技术 就足够了 但进来教院读书之后 我会发觉 着重于个人的品德 是相当重要的 我跑了 作为一个守门员 有十分钟的赛事 好像在训练我的耐力 教育一样 这是我终身的事业 每一刻可以松懈 作词 想要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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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